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方力量的悬殊 最明显的差距还是在武器上 就拿日本精锐关东军来说 在清华日军里 最为强悍的就是日本关东军 他们有着黄军之花的美丽 强盛时期一度达到120万人 这批日军全都装备精良 其中包括31个步兵师团 11个坦策旅航以及两个航空军 他们已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州而得名 另外关东军还有赶死队编制 以及臭名昭著的武器部队 在清华时期 关东军被作为日军精锐 广泛地投入到中国各个战场 给中国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批在中国作恶多端的魔鬼部队 精锐在和苏军交战 不到两周的时间 就全部投降了 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以三 大将交出了自己的配刀 中国人不禁感叹 为什么曾经如此不可一世的关东军 竟然会如此迅速地向苏军投降 苏军真的如此强悍吗 还是关东军并没有那么强大呢 根据崖尔塔会议的精神 苏联在八月八日本 向日本递交了宣战术 并宣诺次日进入战争状态 实际上在九日凌晨 苏军就强度了文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等地 向中国境内的日军发起了攻击 可以说是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更为重要的是 关东军此时已经大不如前 被中国消耗得差不多了 虽然后称是七十余万关东军 但大部分是新补充的年轻新兵 素质地下 更重要的是 这些新补充的新兵 甚至连武器都分不到 可见此时的日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新兵加上没有武器 七十万关东军也就成了摆设 能作战非常少 就这样 关东军为黄军之花的颜面 还是象征性的反抗了 避伤了三点二万苏军 关东军伤亡八点三万余人 其余的近六十万关东军 则全部投降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